或是一些海外學習傷含論 就是華語文圈以外學習傷含論的朋友的時候 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不可以給我介紹一本比較好的傷含論的本質 或者會換一個方式提問就是說 什麼樣的傷含論本質是最好的 那其實問這個問題的後面 我們接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我們會思考說 他其實想聽到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答案 那像這些年來 可能大家比較熱門的一個答案是說 你可以去讀讀胡錫蘇的傷含論 劉杜舟的傷含論 或者說陳毅仁的傷含論等等 那如果這個問題是 是問一位比較 在文獻學方面可能是比較資深的學者 那或者是專家的話 那他可能會思考到說 你問他的是一個 就是要問他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版本 談的是宋本 是唐本 或者說是二十世紀出土的 比如說二十世紀三零年代 同時出現的那三種 桂林古本 長沙古本 或四川的福林古本 甚至說日本 日本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左右 發掘出來的 康治本和康平本的傷含論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或者是說 可能他會想到說 那在這些白文本之外 是不是有哪些著本會比較好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成著本 成無幾的成著本 當然是比較早的一些本子 那往後 像 挫檢學派的方有子 宇昌 甚至像張志聰 像陳修遠 那等等這些版本 大概都是歷代比較重要的一些著本 那當然就一個閱讀的角度 我們當然沒有很主觀的 也不希望給一個很主觀的一個答案說 你就 就是這本 你就讀這本 你就可以 就可以 在傷含論上面得到一個很 就是很有效率的一個學習 或者說獲得一個跟傷含論相關的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知識的一個內涵 為什麼我們不希望給這樣的一個答案 因為 在這個問題的背後 其實它牽涉到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讀傷含論或者說 你在學習傷含論的時候 或者傷含論 因為我們在臨床的應用上面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或困難 這問題可能是 先了解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能會比 就是直接拿到一個本子 直接就開始來讀會比較重要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了解問題所在 我們可以 有一個比較有效率的一個方法 來 尋找答案 我們 總是希望說 就是好的本子 跟 這種 比較好的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一個臨床運用 這是二核一核 一核一核一是二核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這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差距 那這個差距的一個形成 我們得要回到 關於傷含論形成一個主導地位 在醫學 傳統醫學上面形成一個主導地位 他的一個歷史過程來做一個理解 那我們知道說 張仲錦是 二世紀末到三世紀之間的一位醫家 那當然他在當時是有某種程度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地位 但是很顯然的他 並不是像 像明清以後的醫家一般 認為他是一個醫聖 醫家的聖人 那 甚至對於《傷含雜兵》文章的那個書 我們也不必然認為說 他是一個 他是一種經典 是一種牢不可破 是一種典範 當我們提到典範 提到經典的時候 我們其實意味到 意味著一個蠻重要 背後有一個蠻重要的一種價值觀 那個價值觀就是說 那個完美 一百分的那個格局已經形成了 你後面的人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學會他 你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他那裡面 去找尋到答案 如果你沒有找尋到答案 不代表說他不夠好 或他不能提供你答案 是因為你還沒有找到答案 或者說你還沒有找到方法去找到答案 那在有這樣子的觀念之後 所以我們不會去思考說 在這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可能性 可以去進展 反而我們會去想說 我們怎麼樣去更進一步的去理解 這個當時2000年前的這位醫生 他到底是在談怎麼樣一個東西 即使是張仲景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位醫家 他的著作也好 他的醫學的內涵也好 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一個 一種我們不講缺陷了 我們是說就是他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面臨這樣的一個局限性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只有來就是不斷地去追求他這本這個書的一個完美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臨床的運用也好 學習的一個價值也好 事實上他並不能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張仲景的一個上漢論 去把它還原 或想辦法去追溯到說 他最原始的一個想法跟思維是什麼一個樣子 這樣子的話 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我們 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價值就是說 我們可以比較 比較正確的去評估說 張仲景的學術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內涵 居於主導地位的宋本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上漢論的一個傳本 或者即使只是善在的 一些不是很完整的條文 那這些條文的一個存在 他本身就是代表的 就是我們在還原張仲景的一個整個學術拼圖的 可能有的拼圖大有的拼圖小 有的拼圖相對重要有的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總的來講他都是復原這個歷史圖像的一個 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 原件 那這裡面我們會考慮到什麼 什麼樣的 的材料 在 中國大陸或者說在 華人的華語文這個圈子裡面 我們大概 首先會考慮到賣經 考慮到 諸病元侯論 考慮到千金方、千金易方 外台密要 那我們考慮到宋代 宋代的太平聖會方 因為宋代的太平聖會方 他收羅的材料基本上還是唐代以前的 當然宋本的一個行程 他的一個底本肯定也是 也是 就是 唐代流傳下來的一個底本 那 不過因為 就是 他經過當時的一群的一家 或者說當時的一群的一個學者 做過一個整理之後 我們希望說 把他當成一個對照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 那包括說 甚至流傳到日本、流傳到韓國 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 越南 這個地方 那 是不是可以發覺而出 就是 沒有經過 這個 宋代的一個學者 整理過的一些內涵 那我們來排比 我們來比較 那排比比較的話 我想重點有幾個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的就是說 他的書的一個編排的一個次序 那編排的次序就包括說 好比像 麥清 他是一個 方跟正 是一個 分開的一個 一種 編排的一個方法 那 比較上宋本就是 他是跟方正結合嘛 那方正結合當然在臨床的一個運用上面 是 比較 那是比較有效率的一種 一種 一種 排列的一個方式 那 但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對照 我們知道說 我們就知道有一種不同的一個可能性 再來就是所謂的那個 六經的一個問題 因為三寒論 宋本的一個三寒論 他把所有的條文都歸納在六經之下 那 所以後代就有所謂的 你在看三寒病或者說外感病的時候 那 你必須要有一個 先有一個六經的一個架構 來思考這個病 它的一個歸屬的一個問題 分類歸屬或者說它的一個病層 我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六經的觀念在裡面 可是當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傳本 太平聖位方裡面不同的傳本 它裡面卻是由日期來分的 日期 對 三寒一日或三寒一二日 三寒二三日、三寒三四日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與宋本同時存在 還有三寒論這樣子不同的 一種鞭刺的想法 這種鞭刺的想法 雖然是文獻上一種鞭刺的想法 其實也代表了 一家、臨床一家 它的一種臨床的一個思維 他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他在考慮說 他不是從六經這樣一個角度去思考 他在考慮說你的 平用的 對 就是你在這個患者來 你會先 需要獲得的資訊是 他已經得了幾天了 我們再往回溯 好 那 在助病猶豪論裡面 也談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那再更早 好 華陀的醫學 他留下來的一個 關於傷害的一個看法裡面 也是屬於這樣子的一個 體系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是一種由來已久的一種 對傷害對外感病的一種看法 好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不同的傷害論的版本 好 那我們可能在不同的傳本之間 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歷史上 對傷害論存留過不同的一個想法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追究的重點是 那麼張仲景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鞭斥的方法 當然 在文獻或史學的一個研究上面 我們總希望說證據 越早越好 好 那就早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無疑的賣經的作者 黃淑和 好 他是 第一位去 是目前為止我們 可以見到是 最早去 整理 張仲景著作的一位 醫學家 那 理論上來講 應該他 留下來的一些敘述 或他留下來的著作 應該是目前為止我們在研究 傷害論最原始 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但是 我們知道說 所有的爭端也是出在這個地方 因為王淑和在他的賣經裡面提到說 當他拿到 張仲景著作的時候 他的著作的次序 已經 某種程度上散亂掉 當然散亂的程度 我們不知道是大概有多少 是部分還是全部 提到散亂這個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 去提到古代的文本 跟現代的文本不同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習慣上看到的書是 就是 一整個本子 不管用寫的 用印的 就是在一整本裝訂完整的書上面 那 古代的中國 他們用的 窄樹的窄體 就是他的那個材質 最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在 竹片 或者說 木片上面 把它給削平了 木片也有 有 那 在上面或者用刻的 或者用毛筆在上面書寫 然後做好之後 在上面用繩子 把它編綴起來 好 那我們知道 當你一而再再的山區翻的時候 它這個竹片 可能跟旁邊 綁的這個 繩子之間 產生的摩擦 會讓它產生斷裂 或者說時間久了 這個繩子 它會自然的壞掉 那 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散掉 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現象 這就產生了一個現象 叫做 錯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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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錯物的錯 那檢就是簡單的檢 這個檢值的就是那一片一片的木片或竹片的意思 那有了錯檢的一個問題之後 在 宋代以後的一個醫家就開始考慮說 某些三寒論裡面的條文不太容易讀懂 或者說我們要掌握 張仲敬的一個思維的一個邏輯的時候 產生困難 會往這個地方去想說 應該是當時的一個次序 已經失去原來的次序了 那王淑和在整理的時候 也沒有做一些 有一些工作可能沒有做得非常的好 或者說王淑和自己 他犯了某些的錯誤 好 那 有些人 還要去找人 在這位置 對 的 我們要去找人 這位置 已經來找人